大家好,我今天介绍一下我新买的鞋子 Nike Beaverfly 4% 这个鞋子很贵,在台湾的话8200 但是呢,这个鞋子越来越有名 我倒带一下 日本很有名的香港鞋子的话 40%的鞋子穿Nike Beaverfly 4% 然后呢,这个鞋子有10% 然后,每鞋第一名的鞋子的话 70%转这个鞋子 都鞋吗? 这个鞋子4%是什么意思? 这个4%是什么意思? 这个4%是4%的鞋子 你的跑步功力 4%比较好 10%比较好的意思 所以呢,最近很多鞋子穿这个鞋子破皮皮 我的朋友们,然后很有名的先手一样 所以我想买这个鞋子 然后去西装 自己去西装 这个鞋子在Rubin的话很难买 这个,我开始买 马上买完了 买完了 但是台湾的话 比较容易买的 这个,很轻耶 所以,我 喂这个一下 这个鞋子 180公克 很轻耶 200公克 以下 然后 我以前很喜欢的是这个鞋子 RB0 这个也很轻耶 我喂一下 这个也 0.180公克 很轻耶 然后这个是 我常常练习的时候 转的时候 我很喜欢这个 New Balance 880 这个练习的鞋子 所以没有那么轻 这个的话 250公克 所以 比这个 这个 700公克 比较轻 嗯 很轻耶 那然后 这个 Vaporfly 那里不一样 你 一看就知道 这个 Cushioning 很厚 因为 这个 这样 这样的 Race 比赛是 转的鞋子的话 强强 然后很轻的鞋子的话 强强 这个 斜底 很薄 但是 你看 这个 很厚耶 因为 Kipchoge 比较喜欢 那个 比较厚的 Cushioning 那然后呢 这样呢 很轻的鞋子的话 很 暖暖 暖暖 但是 这个鞋子 很硬耶 这个 这个部分 没有 没有 bent 因为呢 里面 有一个 plate and then this is going to give you repulsion 你 这样切子的话 give your repulsion 这边里面 有 plate 鞋子 那鞋底呢 鞋的鞋底 鞋的鞋底 鞋底是这样 鞋底 有点 无聊的耶 我比较喜欢 嗯 这样的鞋子 这样的鞋子 好像spiky 有很多耶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 你看这个 前面 这个焦度 很 很硬耶 你看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 比较平耶 这个平 但是这个的话 很硬耶 因为这个焦度很硬耶 你 亮的话 你 自然这样的 不是这样 这样的 所以 这个焦度 push you forward push you 前面 前面 这个是一个理由 为什么 跑 然后这个 这个鞋子 你会到 比较快 给人了 很有名的 美国的 先手 说 装这个鞋子 跑 好像 你装 下坡的样子 因为这个 差不多的 关系吧 那 呃 我自己 穿了一下 下面 是Flyknit 所以呢 很 弱弱 好 这样 我 好 这样 然后 我注意一下 这个 我推荐 你想买这个 baper fry 鞋子 你住 nike 的 shop 先 洗洗 装 因为呢 这个 我的话呢 size 比较小 我的脚踩 是26公分 所以 我常常买26公分的鞋子 但是这个的话呢 26公分太小了 所以我 我买了这个 27公分 所以比较大的 好 这样 这个 这个 很舒服 呢 那个 我的脚 这样 那 一开始呢 感觉是 Cushioning 很厚 这边的 Cushioning 很厚 所以呢 嗯 有点 奇怪的感觉 那 你 这样 step in 的话 有点 你的脚 不安定 这样 step in 的话 有点 不安定 但是 这个Cushioning 很厚 然后 听修 这个 Cushioning is going to give you repulsion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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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呢 前面 前面 前面的 焦度 有点 硬 所以 这个部分 你叫这样的话 给你 push forward like this 这是 啊 一个理由 为什么 穿这个鞋子 你会跑比较快 好 嗯 感觉呢 感觉 感觉很舒服 我蛮喜欢前面的 很厚的 Cushioning 嗯 不错不错 然后 然后 因为 这个焦度 嗯 naturally 自然呢 我 step in 周边 所以 你会跑 四股 转 我的话 我讲讲 跑快的话 四股 转 所以呢 应该是 这个鞋子 是跑 但是呢 真的 真的 穿这个鞋子 你跑 四% 比较快吗 真的吗 换鞋子 我 穿这个 那我换鞋子 我变快 真的吗 这个是 骂膜 Magic Is that true 我不相信你 我是研究的 我的工作是研究 所以 我一定要 不只试试 跑 我是Tomo 谢谢看我们的影片 如果可以的话 请第一位 我的日子 频道 在这边 然后 比赛时 看到我的话 一起拍就好 谢谢大家 下次见